我看一下你剛剛錄什麼 我只是那個而已 你在錄什麼 為什麼要錄這一段 不用刪掉 你錄這一段要幹嘛 偷拍到一半被戴個鎮著 螢光衣男子還不斷狡辯 接下來這番話 更讓妙齡女無法接受 沒做什麼 那你錄幹嘛 我錄純欣賞而已 你欣賞 我有說你可以錄嗎 我... 那... 你就錄的那小段我看到了 除了刪掉影片滅陣 還變成只是要純欣賞 誇張的是他同行有人見狀 還參與咖 幫忙辯解 其實錄對你也沒有什麼影響 我有說可以錄嗎 重回事發現場 就在台北市大燕區 童華夜市內 人氣觀光景點爆出 有偷拍難出沒 引起周遭民眾人心惶惶 接受啊 純欣賞為什麼要拍起來 那你就是用眼睛 稍微欣賞一下就好啦 那不需要這樣子拍照 就是還滿沒有禮貌的 個人是覺得 這樣子的行為本來就不對 對那如果他真的很欣賞 其實他可以去買寫真集 雖然警方第一時間到場處理 檢視完影片 卻認為不構成形式性騷擾 爆速 主要原因就在於拍攝大眾可視的身體部位 不屬於私密部位 而且不符合反覆和持續性 因此只能提出申訴 走和解或是調解程序 如果不清楚加害人是誰 是可以向行政機關來提起一個申訴 那是會展開一個行政的程序的流程 周末光夜市無故變成陌生男子 鏡頭下的女主角 恐怕讓被害女子之後出門都膽戰心驚 三首網程楊欣怡台北